画面可以看到路面已经厚厚堆了一层的积雪 还出动了寒雪车 随着冷空气伴随大量的水汽 在吉林长春积水已经升达了18厘米 当局是发布了道路冰雪的第四级预警 寒潮达到了第三级 黑龙江现在有7条高速公路 因为风雪而暂时封闭 当局也启动了暴雪警戒来应对